台湾在2025年就将迈入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了 今年开始有一个很新形态的面向开始发生 凡是迈入65岁以上的长者都受过九年国教了 所以这代表着未来即将迈入60 或现在刚迈入60的这群族群 跟他们上一代的思维会不太一样 以前常听的养儿防老退休退休 这些将慢慢转成新的思维 比如儿孙自有儿孙福 退休退休退了之后不是要休 而是为了开创我们新的第三人生 然而这样子的转变这样子的观念 我们发现在现在年轻人的心目中人是一片的白纸 甚至有很多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然后当他们开始工作时 开始需要充斥人生任务经验的时候 台湾2034年每两个只有一个是50家的人口 2050年每三个只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人口 随着其实和他们的生活 甚至工作都是息息相关的 新北洞健康至105年推展以来 阳生基金会的注意力就是一直是注意力之一 很高兴看到今年邀请年年轻人的学主 一同加入别姓进入社区 在疫情之下开启了合掌被献上课程 提早认识高龄湖湖也对自己的未来指导 发展做好准备 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新北市 也持续往轻盈共融 变景力 取悉每个人都能在高龄友善环境的将来 让生活更好更快 这个培训之后就是更了解了治愈力跟健康老化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自己啊 家人或是长辈或是整个社会都满有帮助的 我们应该要先了解说每一个长辈 他们有不同的状况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方法对他们来说 会是去刺激他们的认知 然后让他们晚年生活会过得更好 我阿嬷本身她就是因为脚开到过 整个脚步都没办法行走 我也是从一步一步帮她带起来的 这个激励对他们的生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们会不必依赖他们的助行器 也不必依赖什么亲人 这样子就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机能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那种正向有力 然后持续推动健康促进这个概念 真的应该要持续不断的 在我们现在老化的社会里面发芽跟长大 只有大家对于这样的想法能够更根深蒂固 我们才能更有效的消弭对高龄者的歧视 因此我觉得这个活动不只是对于就业有帮助 对于学生未来模组化培养自己的能力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顾希望透过这一次轻盈共创 缔造高龄友善环境这个计划 让更多跨世代有机会一起相处 一起交流 一起沟通 一起学习 也能够为台湾的未来做更好的准备